您好欢迎来到中央研究院 在台湾常见的酪梨品种大概会有10种 那么依照这个生长的期 从黑美人开始最早6月你就可以吃到这个酪梨了 那么在台湾的各种品种当中 其实我觉得冬天也就是说 到了11月开始出产的这个酪梨其实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其实因为黑美人 它的大小大概就是一公克左右 一颗而且它会转成这个红色 深红色很漂亮 那你会觉得这个黑美人在市面上 从绿色转到买回去变成深红色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到了秋冬的时候 特别是进入到冬天 11月开始你就可以吃到后儿 后儿的产期是11月到隔年的1月 而秋可德它的产期是12月到隔年的2月 这两个呢它都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 它都很大颗 而且呢不管是后儿或者是秋可德 它们都是不会转色的 理论上是不会转色哦 可是我必须跟你说你在吃这两个 肉里的时候你当然还是得自己拿捏哦 但是后儿经过我的证实 就是它真的是在绿色的时候就会变软 但是它也有到了这种转色之后才变软的情形 才会好吃 所以两种情形我都试过了 但是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如何分辨 从外形上你就可以去分辨这个是后儿还是秋可德 尤其是当你看哦 这个十一月十二月跟一月的时候秋可德的产期是重叠的 后儿跟秋可德它的十二月跟一月都是产期 那么这个时段是重叠的 你怎么判断你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后儿还是秋可德呢 我们今天就从外形上来教大家如何辨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来跟大家介绍后儿 后儿几乎每一颗都会达到超过一台金 也就是六百克以上 甚至你大多数看到的都是将近八百克 都是以八百克左右起跳的 然后它的这个身形非常的长 就是大概会有十五公分以上 每一颗后儿的身形都是十五公分以上 然后再来就是它非常的绿 而且是那种有亮的绿 你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又又亮亮 再来就是它的造型有点像青木瓜 其实它的样子像西洋梨啦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青木瓜 因为它很大一颗 所以你远远看过去 还会以为这会不会是青木瓜 其实不是 它大概的宽度都有来到了八到九公分 长度都是十五公分起跳 十五十六十七公分 都是这个后儿的常态 所以如果你在十一月十二月一月 看到这种超大形象巨无霸的这个洛梨 它肯定就是后儿 而且后儿是高高的长长的 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在这个加勒福这个超商 刚好大型连锁草商拍到的 刚好看到有在卖这个洛梨 你看随便一颗它的这个重量都是八百多克 然后它是非常非常漂亮 很长很长的这个身形 所以你如果看到冬天的洛梨 而且是绿绿的 不会转绿就可以吃的 一定是后儿跟秋克的 而后儿它的外形特征就是一定有十五公分以上 而且宽大概都有八到九公分甚至到十公分 十公分也是常态了 所以后儿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当然如果你要从这个后儿的种子来分的话 后儿的种子也非常的大 起码都是七成九公分这么大 像一颗小小的嘎啦苹果那么的大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请各位看到这个旁边有这个后儿跟秋克的的造型 那在影片当中是这个真正的后儿 现在12月6号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一颗洛梨 它其实就是秋克的 因为12月开始秋克的就上市了 那我们从这个照片的比对你可以看到 这个后儿跟秋克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后儿也很大 后儿大到甚至一颗可能有1200公克 也就是将近两公斤那么大耶 那在这么大的一个身形底下 事实上它的含油量跟这个它的果肉 它的整体的后手情形跟后儿其实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还是再一次讲 你每一颗洛梨的后手情况都不一样 你每次都要自己去拿捏 然后秋克的它的这个造型比较接近圆形 虽然它也很大 比如说像你现在画片上看到的这一颗 它大概有15公分 15公分这么大 14到15公分这么长 然后圆圆的身形 它胖胖的 那它的圆也没有圆到让你觉得它整个非常的圆 它是一个接近于椭圆 没有错 可是它身形会有一点点 就是说你去摸你就知道了 它有些地方会比较平 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期待后续 有等到这一颗秋可德的后手之后呢 我们再来开果 那现在你试笔筋可以分辨呢 后儿是比较长 秋可德也很长很大颗 但是这个后儿像西洋梨的身材 而秋可德比较圆润 OK 但是这两颗都很重哦 这个秋可德还可以大到将近1200克 这么这么的大 我们拿起这颗秋可德 来看一看 把它转一转身子 哎呀 它就是一个圆滚滚的身形 但是不要忘记了 它的身高的长度 高度也可以来到14公分 其实这颗秋可德 还不算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真正的秋可德 它的这个重量 大概都是1000克左右 也就是一公斤 像B镜两台镜 它最大都还有B镜两台镜 两台镜就是1200公克 那这颗大概也有将近B镜要1000公克了 所以其实很大 然后它的地头还是看起来很纤绿 所以基本上它到现在都还是很新鲜 恐怕后手期都还要等上5到9天 我觉得大概7天9天跑不掉 所以今天是12月6号 如果再上9天的话 希望15号是12月15号希望有机会来开国 我拿了这个笔 就在秋可德的这个身上直接帮它做注记 它的名字叫秋可德 然后今天的时间就是12月6号 它的高度是14公分 然后它的腰围腰围有36.5公分 好所以大致上这样这样的一个记录 你会说你怎么把它写在这个皮上面 哎呀我跟你说皮哦 我曾经试过可不可以吃 我曾经把这个皮在绿绿的时候 因为我曾经开过一颗后耳 是在八分熟的时候 八分熟的时候的皮还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脆的 不会有任何的老化或氧化 所以我就拿进去咀嚼看看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后耳肉里皮哦 它咀嚼起来很像什么 很像那种刚刚才长出来的 很色很色 口感非常的深色 很像那个土巴拉的味道 不太好不太好 我们用几个侧面 还有站着还有躺着 来看一下这个秋可德 实在是蛮可爱的 真的蛮可爱的 然后如果你从地头这样看过去 也蛮像 真的有点像什么 像木瓜 青木瓜 不过青木瓜比它颜色还要再淡一点 你就会直觉的看到 不管是后耳跟秋可德 它的皮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鲜艳 那种鲜艳的绿 而且还有带油光的绿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然后圆滚滚的身材 真的是很讨人喜欢 但是我觉得比起外型来看 还是还是后耳可 就是最最好看了 你要选美 选出最美的 应当是后耳 再来就是这个秋可德 也是很讨人喜欢 这张照片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后秋可德 它的身高量出来有14公分 旁边放了三颗 这个百香果 百香果也是一个很麻烦 就是要等它后手的这种水果 那我打算 假设它们有同一个时间 后手成功的话 我想要把这个秋可德 拿来沾这个百香果 这样 我想这样子去尝试看看 做成甜酱来又酸又甜的方式 来沾这个秋可德 今天就说到这里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敬请锁定 重阳研究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